金正男遇害超过一个月 副首相纳豆斯里阿莫扎西昨天证实 已经取得了家属的DNA样本 而比对之后也确认死者就是金正男 全国副警察总长丹斯里诺拉西 今天依然三间其口 他以敏感为由拒绝透露警方 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取得DNA样本 他只透露家属已经同意 将遗体交由我国政府处理 至于遗体该如何处理 警方表示当局目前还在和家属商讨 不排除会在本地火化 也可能会运回朝鲜 卫生部部长苏巴马念 今天在国会走廊时则说 尽管金正男的家属 已经把遗体的处理权交给我国政府 但是究竟该如何处理 一切依然必须遵照家属的意思 苏巴马念强调 卫生部将会全面配合警方 倘若家属已经给予警方指示 一切又符合程序 那卫生部就会着手处理 不过他目前暂时没有接获警方的 进一步指示 另外全国警察总长丹斯里卡利则证实 国际刑警已经对依然在逃的 四名朝鲜嫌犯 发出了最高级别的红色通缉令 他们四人已经分别被列为 二号到五号的国际通缉犯 警方相信他们目前在朝鲜境内 而一旦他们离开朝鲜国土 国际刑警就有权展开逮捕行动 NTV7综合报道